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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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我们虽然有这个动作 还是期待游院长他可以来接受 而且中央可以来考虑征召 这是表示表达我们的一个心声 说实在 就是本来民主社会就这样子 有意见就这样 而且是在党内出选 你判断苏院长没有不选 当然 我跟他的解读不一样 你是从哪里判断苏院长没有不选 我是认为如果说真的党征召他 他还是会选 我是真的是这样想 我的主观 但是就算征召他 我也有潜力支持 但是我要表达 你要请游 就是以这一个选局 最适当的人选还是游习困 那游要选吗 我不知道 现在有问题 拜托 你拒得这样 他说我不要选 你拒不拒 这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 书也没表达要参选 游也没有很清楚的表达会参选 其实两个人在我来看 意愿都没有表达得很清楚 只有一个原因 两个人都给大饼 吴炳瑞一个空间 也就是他们说话 想要参选的意愿 都被吴炳瑞的障碍 叫吴炳瑞障碍给收回去了 包括有 不要讲苏貞 苏貞是百分之百通回去 好像要不能告诉大家说我要选 因为那个吴炳瑞 可能游熙坤也是一种尊重 现在年轻人正在拼 我怎么能讲说我想参选 那不见得就忽然就给了 吴炳瑞另外一个压力 既然游熙坤是这样子的态度 因为我们刚刚听到他 很挣扎的 他没有表达那个意愿 也是要给年轻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一年要把这个东西皮剥开来呢 这个剥开来 你看这游熙坤的本意 你要讲两个老将的意思 都是隐晦的 这个隐晦的意思非常清楚 今天如果没有吴炳瑞 我绝对不相信这两个人 是这种讲法 就是说可能客气了 让年轻人去走完这个初选 对啊 游熙坤到现在为止 我不会讲 意思应该也是吴炳瑞障碍 否则的话 他可能会表现得很清楚 如果中央征刀我 我是乐意的 那这样不是很清楚明白吗 不过